现在好像没有太多圣诞节的气氛 为什么呢?因为在等着Black Friday Black Friday是十年间的事 以前我们没有庆祝Black Friday 不是黑色星期五 是美国感恩节后的购物日子 以前我们没有的 我们庆祝感恩节是十月的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 连美国感恩节的购物疯狂日都要 然后才去圣诞节 刚才唱一首歌有个城市的图画 不知道是什么城市 是香港来的? 不知道吧? 我看看有没有名字 有没有地址 也看不到是什么地方 我们发觉我们在加拿大 多伦多这个城市 我们住了几十年 大家来不同的城市 我们发觉在这个城市里面 现在唱赞美敬拜的声音 是越来越少的 昨天我们参加了在Yong Dundas Square的抗议 抗议在多伦多市政府 一个组织叫做Voice of Nation 这帮组织就是他们唱歌的 有不同的choice 来唱 只是敬拜歌 没有什么 没有讲道 只是唱jesus is law 耶稣是主 很多是黑人的教会 黑人唱歌 唱得很好听 又很兴奋 唱了五年之后 今年就不给他们 所以很多大兄姊妹 多数都是黑人的大兄姊妹 都在一起 说我们不可以这样做 我没有被邀请 我只是去参加 我打算去唱歌 所以看到有几个大兄姊妹 一起唱歌 很可惜 他们说话说了太多 唱歌很后期才唱 到了后来 我都不行了 我要走了 所以后来很多歌唱 我都没有唱 只是唱了两首歌 唱国歌和什么 感谢主 这件事 现在市政府愿意聆听 所以12月初 就会有一个听证 看看可不可以重新 考虑这件事 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市长 John Tory 一句问他是教会的 但他没有出过一句话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如果他是有行司的领导 应该说 这件事应该要去处理 应该作为市长 如果他都是明示你 或者他是基督徒 可能他出来说几句话 方向就很清楚 他没有说过 不知道是好还是坏 我们盼望 其实 这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 什么歌都可以唱 但是为什么基督教的歌 在公众的场合 就不可以唱呢 这个完全是说不过 没有道理的事 令我想起 其实 我们一方面要争取 在公众的地方 都去敬拜上帝 但同时我们想一下 我们在这里 在教会里面 我们那个敬拜的生活 是怎样呢 我们的敬拜生活 我们每个星期 有唱诗歌 有敬拜主 但我们的敬拜生命 有没有一种动力 以致装备我们 能够不单止在这里唱 我们的生命 就好像一首歌一样 我们基督徒的人生 在平时不是回教会的日子里面 同样的 好像一首诗歌 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 以至去影响 这个越来越世俗化的城市呢 今天和大家读的经文 刚才读的 其实是十一和十二章 一个很长的经文 很多名 很多地名 所以很难说的经文 其实基本上 他只是在说一件事而已 就是献祥礼 尼希米是建成祥 建成祥 又加上其他方面的一些改革 最后这个是一个 Dedication Ceremony 就是成祥建成祥 我们要献祥礼 几乎只说献祷礼 献成祥 做完了 在整个献成祥的过程当中 给我们关于感恩敬拜 有几个重点 值得我们的心思 在刚才读的经文里面 我们打开十二章 在二十七节开始 我们看到 他们以色列人准备去 有这么大的礼 一个庆典 庆祝上帝在他们当中 做了大事 我们记得 几个月前 我们开始讲 尼希米记的时候 尼希米为什么要回去 做省长 这个省长 不是我们安省省长 那么好做的 这个省长 他是由高处到下面 因为在首都里面 和皇帝一起做酒政 虽然官不高 不过是一个很好的工作 走去远方 逃门白雅 打圆仗 乱龙 那个地方做省长 真是吃力不讨好的 钱又不多 又有很多敌人攻击 去那里做什么呢 因为看到耶路撒冷 城墙毁坏 而且因为没有保护城墙 所以耶路撒冷的居民 是很少的 而国家因为没有一个城墙 保护的时候 整个国家的 气氛是非常低落 随时被人攻击 他说不行了 我们要重新的起立 保护我们的国家 重建城墙 我们的生命要复兴起来 所以他就毅然回去 经过很多的日子 很多的困难 大家几十天起的城墙 几十天就不是很长 但是天天都很难过 因为时时有人攻击他 你出来开会 其实是想害他 所以经历这么多的困难 终于能够起好了 是一件很值得慶祝的事 要搞这个献祥礼 怎样搞法 怎样才能够真真正正 慶祝得有意义呢 几方面的 大家留意一下 可以对我们 作为一个敬拜的生活 都有很大的提升 第一方面 要真正去敬拜 感谢上帝 必先要 洁净自己 可以这么说 耶路撒冷成长 告成的时候 就是dedication 于是招聚所有的人 包括很多人 包括清謝 唱歌 敲拔 鼓塞 弹琴等等 原来有很多不同的人 接着他们 他们不是在耶路撒冷住的 大家要记住 当时耶路撒冷里面 人真的住的人 是很少的 不是很多的 十一章 就说一下 要重新把那些人 搬回到耶路撒冷 十个人当中 抽签 抽了一个就去 接着他们祝福他们 其实不是很想去住的 住惯了在外面 种田等等 要搬去城 不是很想的 但最后都愿意 因为上帝安排 祭签是当时上帝安排的一种方法 要是慢慢把人搬回到耶路撒冷里面 现在可以住 为什么呢 因为有城墙 有得保守 有得挡住 不用这么凄凉 回到城墙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 都住在外围 尤其是那些负责 性职的人员 唱诗 利美人 诗班等等 很多都不是住在耶路撒冷里面 现在要搞一个大型的庆典 怎么做呢 回来了 回去了 他们回到去的时候 在周围的地方 接着说 因为歌唱的人 在耶路撒冷周围 为自己立了村庄 就是说 他们可能都很远的 去到耶路撒冷附近 不是很够地方住 然后自己弄一些临时的村庄 就是为自己立村庄 就是临时 建一些小屋 临时预备准备 一个大的庆典 所以经文读下去 就是二十多节 但可能整个过程 是花了不少的时间 他们要准备要练歌 你知道在当时要练歌 不是不就打开车来搞定 练然后练回去 就会在附近 弄一些村庄 英文叫Hamlet 臨时的一些屋 来去预备 不单止如此 为自己立村庄 第三十节 祭司和利美人就结淨自己 也结淨百姓和城门并城墙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祭司和利美人结淨自己 我们明白了 因为当时是供奉性职的人 他们不可以求求其其的 他们负责做祭司献祭的时候 祭司有很严格的规矩 利美人是帮手的 也有很严格的规矩 但留意 这个结淨不是限于祭司利美人 等于今天的神职人员 包括什么 百姓 要真的去感谢敬拜 要去将一个 当日我们要献这个城墙给上帝 因为他们知道 真正守城墙的不是那门墙 是上帝自己 整个庆典的时候 每一个百姓都要先结淨自己 我们没有说结淨自己是什么 很明显一般都包括 这个是沐浴结症和认罪悔改 身体礼仪的结症和心灵的结症 祭司的结症更加要求高很多 但百姓来说应该是包括一些很简单的 沐浴更衣和心灵里面认罪悔改的一个情况 要去敬拜上帝 要去敬拜上帝 不是这样走来敬拜上帝 心灵要准备自己 要去结淨自己 更有趣的 不单止百姓 城门和城墙都要结淨自己 那些解经家就说 怎样去结淨自己呢 城门和城墙 就是沐浴更衣认罪悔改人就可以 城门和城墙怎样呢 那我们想象一下 我相信那个结症洗干净它 我想是死物来的 没有什么认罪悔改的 但是应该说 我们今天献祥礼了 将我们的城墙洗得干干净净 做完有很多灰很多层 弄得干干净净 以致全部是英文叫shiny 很光彩的 以致能够去将我们的城墙 献给上帝 就好像当日我们2007年 如果在我们当中的话 我们那时候7月8月的时候 就献我们的献堂礼 大家看到这块东西 不知道这个十字架 怎么会放在这里呢 如果你是新来的话 你们要明白这块东西 看到吗 很旧的砖 asters늦拿着一块来 为什么那么大来 这个城墙不怎么漂亮 其实很有意思的 为什么我们当时的是 献堂礼 这 se conto 因为那是12块石 以色列人 在河底拿了12块石 纪念十二支派 神的信实 所以我们拿了12块石 中间的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是很粗糙的,不是怎么买回来的,是自己打的 好像David打出来的 是普通人手做的,不是豪华的事 是我们自己亲手做的,放在中间 代表上帝在我们当中的工作 我们记得7月8月的时候,大家努力尝试做得干干净 尽了我们的能力,因为刚刚起完很多东西 很多灰,很多东西做 意思就是,我们要去见上帝,要去敬拜上帝 要将我们自己最好的,不是豪华的事 是我们心灵里面,我们的生命最好的献给上帝 去亲近上帝的时候,将最好的给他 我每天早上回来崇拜之前 会做什么?会做一件事,是躺衣服 就是躺我的衣服,西装就不用躺,是躺衣服 下回来,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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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次在这儿躺的时候,我想一下 是的,我们回来教会,做牧师的衣服 当然是不可以太肉酸 不可以只躺前面,不躺后面 或者只有半,没有就那些 以前看雨残片那些假的 不可以的,是不是? 你一定要躺完整件 不要紧了,躺一半就可以了 后面没人看到,行不行? 可能不才,没人看到 不过自己过不了自己的惯 我们预备 回来敬拜上帝,就好像躺衣服 不过不是躺我们那件衣服 是躺我们心灵 我们在神面前要洁净自己 神,我今天来到敬拜你 当然我们知道上帝不只是在这里 无所不在 但我们一起去唱诗赞美上帝的时候 我们的心 要在神面前洁净自己 一个洁净心灵的人 才能够真正去打开 敬拜上帝 就是假如内心里面 很多东西是前类隐藏 不能够在神面前闯开的时候 你发现我们唱诗 口唱的心不唱 是吧? 就是真正唱诗 能够完全投入的时候 是将我们自己的心 是完全闯开 如果我心里面有些东西硬着的话 我们不能够真真正正 开口全心唱诗 就好像我们两夫妇关系 有些拗叫 有些朋友之后 有些东西不能够 英文叫做 不能够 see eye to eye 你明白什么意思 看到他就立刻害怕 为什么呢? 得罪了他 怕他骂你 不能够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怎能够去看人 可以看上眼 可以对望 心灵相通 做不到的 敬拜上帝也是一样 洁净自己 是准备自己的心 神啊 我知道我是有软弱有罪 我今天在你面前 洁净自己 应聚悔改 让我能够心里面得着 释放自由 可以很自由的敬拜上帝 所以 我们原来敬拜 不只是 星期日早上的事 是之前 预备我们的心 之前 或者有人说 我前一点 早点起床 或者甚至 我之前那晚 我祷告 我可以预备自己的心 原来敬拜是从我们结正开始的 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 当这班人 大家一起准备去结正自己的时候 原来你看到 他们有整个团队的 大家一起去参与的 当时的敬拜有很多人的 他有什么呢 清謝的 我想清謝 歌唱的 敲拔的 鼓失的 弹琴的 整班的人 以及在整个过程当中 又走 左 一边向右 一边向左 等等 接着后期 第四十四次之后 更加讲了 很多不同的参与 当时要 扮成这件 的献场的典礼 是要很多人一起参与 整个团队 发挥团队的精神 为了做一件事 就是要 荣耀清謝上帝 在当中 你们发觉 有神职人员的 有些专责的 譬如祭司利米人 但有些 有些 就不是专责的 有些 譬如说 这里特别讲到 看门啊 其他的夜市 要搞一个庆典 是要很多人参与 就不是说 有部分人参与 其他人 站在一起 每一个人都参与 参与 做事 参与 投入 敬拜 以至整个 我们的信仰的群体 就好像 如同一人去敬拜上帝 在离希米记里面 出现了好几次 就说 如同一人 就是同心一齐 这个心 不是说我们 每个人一样 是说我们 好像个机器一样 扮演不同的角色 同心的 一起口唱心和 就是我们的敬拜上帝 敬拜 敬拜 事奉上帝 同样 是要一起 同心 配搭 以至一起来参与 通常我们有这个错觉的感觉 以前敬拜 就是一个人出来领诗 一个人领 大家一起唱 现在我们转了一种方法 就是用敬拜小组 敬拜小组 非常好的 因为大家一起唱 声音大一点 可以带得起 但是也有一个危机 就是说 今天唱得挺好的 上个星期那一队也好些 好像演唱会 其他大部分人坐在那里 看看他们怎么唱 这是一个遗憾 敬拜队的目标是什么呢 是叫大家一起 带起它 无论一个人带 整班带也好 我们唱师敬拜是 每一个人都参与 每一个人都参与 敬拜队唱 我们跟着他们一起唱 我们被带领一起来参与 那些歌不是很会唱 需要不需要戒怀 唱吧 不要紧 我走音的 就唱吧 你不要太大声读唱 那就可以了 一起唱 问题就是 唱不是唱给人听 是大家一起唱给上帝听 在一个教会里面 就是彼此一起 要成为一个配搭的团队 来敬拜上帝 教会 敬拜 不是看表演 是一起 互相的参与 敬拜上帝 一班人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班人 我们回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的心 准备好 我们的心 经过洁净 回到来 大家一起配搭 在台上的人 他有做他的工作 在台下的人 在台外面的 事事等等 一起 我们要 大家 不是正造成一件事 我们造成一个团队 我们的目标 就是要将我们的荣耀重赞归给我们的上帝 将我们的心 好像各人的心 把我们的东西放下 只有一条心 一个目的 就是要荣耀敬拜上帝 上帝是我们回到教会的唯一原因 这是第三点 第一点就是我们要结成自己 大家一起同心的成为一个团队 第三方面就是 敬拜 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一件事 为了上帝自己 当时 他们那班人 大家一起去敬拜的时候 他们描写很多过程 去到哪里 分右边走 左边走 那些名字我不说了 一路走走走 在圣殿中间的位置的时候 大家一起聚集 这边说 清智的人敢走 他没有说一路走 有没有唱过 不过我想象 应该也会 他很明显 不会就这样走 又吹喝 通常吹喝唱歌 一路走 大家一起去到 去到中间的时候 就开始敬拜的仪式 这边说了一句说话 很有意思的 他说 当然 当昔日的敬拜 和我们今天有点不同 因为他有圣殿 他是献祭的 他在这里说 在四十三节 那日 众人献大祭 而欢乐 英文 And on that day They offer great sacrifices 他欠了很丰富的献祭 羊 牛 各方面 大家一起献祭 是感谢上帝的作为 而欢乐 很开心 开心到 甚至耶路撒冷中 欢声听到远处 大家一起很开心 赞美唱诗 开心 shouting 很开心 为什么这么开心呢 因为神使他们 大大欢乐 他们很开心 因为上帝自己 因为上帝在他们当中 行了大事 他们想起 没多久之前 我们在耶路撒冷城 一片屠门拜雅 什么都城墙破坏 今天 神的信实 在他们当中 现在我们可以有一个城墙 是神他自己 因为我们有城墙 我们可以喜乐 是神叫我们大大喜乐 所以我们喜乐 敬拜 不是说我们一起去 have a good time 一起 我们唱诗很开心 敬拜是我们去到上帝那里 让上帝的喜乐 让上帝的能力 彰显出来 以致我们能够心里面 得到喜乐 我们人心里面 可能有很多困惑 我们去到敬拜的时候 神啊 我们放下所有的东西 我们要单单仰望你 聆听你的说话 在诗歌当中 进入神他自己的 封圣恩典当中 当我们唱诗的时候 不只是念口网唱 进入那些歌词的境界当中 体会 神啊 你是什么的神 所以我们每次来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一个期待的心 神啊 今天我要怎么去认识你呢 你要今天怎么去彰显你的封圣 彰显你的边面 以致来去维养我的心 牧养我的心 我们每一个人来到 每一天 我们的心灵状态都不一样 是吧 有时候 心里面有平静 今天很平静 有时候有些困惑 有时候有软弱 有时候一够魂都不知怎样 上帝我现在来到你当中 我们求你 今天我见你 求你帮助我 以致我生命 向哪一方面成长 看到你哪一方面的荣美 求你带领我们 所以每一天的主日崇拜 其实是一个很有期待的心 期待神的大能作为 以色列人 当他感谢赞美的时候 他可以数算神在他们过往的日子当中 怎样行其事 上一次我们说到祈祷 说到以色列人 他怎样去数算 又认罪悔改的时候 以色列人很喜欢数历史的 过去怎样发生什么事 到今天我们感谢 我们应聚悔改 我们今天做基督徒 同样的 都不能够有一种 健忘的情况 我们都要数算我们的历史 我们数算我们教会的历史 我们数算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如何施行他自己的奇妙 所以说 大家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还留在这里 因为我们希望 不同年代来的弟兄姊妹 都记得 我们这个货仓的教堂 原来是得来不易的 经历了很多的患难 不仅是我们的建堂委员会 当年经过的神 看起来 真是神经过慢难 才能够有这个教堂 经过更大的困难 才能够重建我们的教会 是神他自己 如果不是神他自己 我们今天作为一个教会 怎样能够走到今天呢 我们回想起来 心里面很多眼泪 但同时之间充满感恩 因为是神他自己的作为 带领我们的教会 我们可以作为 华基教会 都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在老华基 来得久一点更加知道 几十年前 华基教会 一路神怎么带领 有几十个人 一个教堂 两个教堂 到今天有十几个教堂 到今天 看到华基教会里面 高牧师 回到天家了 下一代一路一路带领 神在我们当中 四十年来 有奇妙的作为 我们自己的人生 都是一样 我们要时尚的 看看神的作为 在我们当中有什么奇妙的事 以至我们去感恩赞美他 小孩子每年都做的 不知一年一年二年都会做的 爸爸我们要写一下 我们的Family Tree 大家有没有做过 他经常问 你们什么时候来加拿大 我说 我1978年来 我怎么这么近 我的同学 1893年来 我说没办法 人家的祖先一早来 我们1978年也算不错 都会说说 每次他问我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就说 我1978年来加拿大 那时候真是傻小子一鸣 1978年 师母都差不多是那些时间来 一转回这个日子里面 在我自己的人生当中 上帝说 你做了些什么的事呢 七八年 七九年 八三年 回香港 再回来 小孩子出生 想起来 好像看电影 一下子一秒钟 过去几十年 在脑海里面 杀身而过 想到些什么 通常回忆 当然是那些 哎呀 想到别人对我不住的事 不要想那些 想起神奇妙的作为 想起当年真的 傻傻地到处走 我去到Downtown的时候 都时常有这样的想法 想到昨天在Downtown Yong Dundersquare 以前那个地方 那时候不是Yong Dundersquare 是我经常榴莲的地方 怎么榴莲呢 那时候我住在唐人街 有空没东西做 就打着Hockey棍 拿着Skate 就去City Hall 留冰 11点钟之后 才去做的 一个星期去几晚 得感谢主 没有被人 一扑打下去 牙都掉了 有个同学 真的被一扑射过来 牙都没了 在榴莲走走 站着 就运运我恶 1979年的时候 任何人都没上出 当年打Hockey 还gedi打MG 还好像在加拿大 我对中国 advising 12月31日到街上走 hey 但他說加拿大很流行 那些人在简直走 小地方曾经称 这些事没有发生,没有人理你,因为你都不认识你 两个傻子走来走去,那时候在公园,真是半夜三更 等着准备,那时候没有什么科技走下去,没有东西走 当年运运恶恶的日子,但是想想1979年,到今天几十年之后 在我人生里面,神真的有很多奇妙的作为,想不到 当然有很多困难的日子,但是神的作为 带领我,一个傻傻的人,很naive的人,到今天 经过以前旧的地方,见回那些东西,在殷街有个洛洛 以前我特意去买东西,一肉便宜我就去买,见回那些地方 人生想起,如果不是上帝的作为,我今天成为何去人呢?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去想想,敬拜就是什么? 敬拜不是只敬拜,敬拜是一个很陌生的上帝 敬拜是一位在我们人生当中,真是一二三四五做了很多奇妙的事的上帝 他的大能,他的恩典,是叫我们真的可以心里面有一种感恩喜乐的心 以色列人经过很长的日子,都很多很痛苦的时候 但是他们在当时,他们说,神啊,你真是一位奇妙的神 神给我们喜乐,我们就可以大大的喜乐 各位听似们,我们生命原来在上帝的当中 神的手一直以来没有离开我们 我们敬拜上帝,我们回到神在家里面 让我们一起放下各样的前类 口唱心和,去赞美那位在我们人生当中 真是私慈爱,充满怜悯,满有能力的上帝 不单止过去是这样 这位上帝在我们当中,行歧斯,继续的行歧斯 在我们大兄姊妹当中,生命的改变 我们见到软弱的大兄姊妹,但因为神的恩典 见到给她的光强 我们见到一些生病的大兄姊妹 但是神,她的怜悯,她的能力,见到她又光强起来 我们见到那些大兄姊妹,好像一段时间离开上帝 但是神带领她,我今天见到很开心 有个年轻女,她是本来在我家附近住的 后来搬了很远,回国是国语堂 是我一个朋友的女儿,在中国 我以为她搬去Lawrence和Morningside Lawrence和Markham Rowe 都不会回来教会的 Lawrence和Markham Rowe,回来这里很远 为什么今早见到她? 她说坐车,这么早回来,九点半回国语堂 她说回来十点三崇拜,这么早回来 很奇妙 这个是神在她心中的工作 神在我们心里做了一些奇妙感动的工作 以致让他们回去敬拜 不是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是神呼召,吸引他们回来 各位兄姊妹,我们今天坐在那里 也不是白白地想起来 原来是神他自己 招聚我们在一起 他要使用我们这群人 这群人不知道为什么走过来 我们自己知道为什么 但是上帝为什么你,你,你,你 带你来到这里 有些事情我们要做 有些重要的事情要我们去成就 有些人问我 牧师,有空没有去做,去阿根廷做什么 大家知道我们是不是有空没有去做 去阿根廷 我去阿根廷三次 我没去过旅游 刚刚上一次才叫做去两天旅游 其实没有空没有去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直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一个很明确的信念 我们这群人走在一起 不是偶然的 即是你今天坐在那里 不是偶然的 为什么你会坐在那里 因为神有个心意 要透过你去成就 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 我发觉神很奇妙 跟阿根廷的弟兄姊妹 朋友来到我们当中 数下数下 我们很多阿根廷来的人 为什么呢 有什么目的呢 是不是要我们去旅游呢 去伊瓜苏旅游呢 去南极那里看看什么岛 风火岛 是不是去旅游呢 我相信不是 旅游都挺好的 那里真的挺好的 你问一下他们去过就知道 但问题就是 我相信神要打开我们的眼睛 看看不同的地方 那个福音的需要 神要带我们去那里 使万民作主经门徒 神的大能 要透过我们这个很少很软弱的人 在阿根廷成就 去阿米加做什么呢 我想起 我们最后师母问我 我们第一年几次去阿米加呢 我印象当中好像是2002年的 然后不久就没有去到 因为那时候 在2004、2005、2006教会 出了很多问题 再去到2008、2009 当中也去过 为什么去阿米加呢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牧师说 神给我有个印象去阿米加 我们的子女过来读书 麻烦你照顾 十个八个那只 阿米加和多罗多 变成了一个很奇妙的关系 不是我们找出来的 是神奇妙的作为 他要在我们 这个combination 这个人当中 要做一些歧视 昔日以色列人 神带领他们 经过红海 进去加南地 然后又困难 又成就 他们说 为什么呢 很难想的 你在历史当中 看不到那些东西 但是慢慢慢慢知道 神在以色列人挑选 要去彰显尼赛亚 要拯救世界 神带领我们来到这个教会里面 每一个人 原来带着一个使命 带着一个message 你是messenger 神的message 来到当中 要我们去收到那个message 接着说 OK 原来神要我们在他当中 在本地 海外 不同的地方 为他承担他的使命 既然你是messenger 你是信差 接着我们收到信息了 就应该说 好了 上帝 我们愿意与你同工 因为我们回来教会 我们敬拜上帝 只有一个理由 因为神自己 因为耶稣基督 因为三位一体的圣灵 他在我们当中 行了其事 我们敬拜赞美 不只是敬拜赞美 一位过去的上帝 我们是期待一位 在我们面前工作的上帝 行大事的上帝 将来 他要荣耀的归来 是一个仰望 教会 感谢神 我们看到 这个位置好像 开始坐得满些了 人多了 我就很兴奋 因为我相信 神要 不是因为人多了 生意兴隆 你不要误 人多上帝 很兴奋 我希望神要在我们当中 要做一些奇妙的事 每一个人来 就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message 是上帝要去使用我们 为他自己的国度 为那些在困难 带着一种奇待的心 一种愿意聆听的心 一个愿意受猜显的心 来敬拜这位上帝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仰望你 主啊你是一位奇妙的上帝 你在我们的教会 过去二十几年当中 你做了奇妙的事 虽然我们的软弱 是很多 虽然我们很多时候令你心痛 但是主啊你没有放弃我们 你还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 你赐给我们 一种的愿意受教的心 愿意重新的在你面前跟随你 主啊我们知道 我们每天敬拜你 每天 每个主日来到去赞美你的时候 主啊你会带领我们走 走向应许之地 走向一个应许的地方 走向永远的安息 走向不同的地方 宣扬你自己的那种平安 宣扬你自己得救福音的大能 神啊求你在我们当中 不断行其事 彰显你自己的大能 我们愿意事上的赞美你 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昔日以色列人 昔日神在以色列人当中行了歧视 彰显了他的大能 以色列人亦都是感恩赞美 我们今天亦都可不可以数损一下 天父在我们身上 在我们自己 在我们家人 或者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去行走什么歧视 行走什么大能 而我们又要献上我们的感恩 献上我们的赞美 是在我们的相吊 口证 欢迎 心里感激神 歌唱 归于诚乎 赞重 你刺下词爱独生的爱子 欢迎心里感谢神歌唱 归于幸福赞颂 你刺下词爱独生的爱子 今天心中光强无惧怕 主的风成满一生 佳人住手成为我已生人 今天心中光强无惧怕 主的风成满一生 佳人住手成为我已生人 欢迎心里感谢神歌唱 归于幸福赞颂 你刺下词爱独生的爱子 欢迎心里感谢神歌唱 归于幸福赞颂 你刺下词爱独生的爱子 今天心中光强无惧怕 主的风成满一生 佳人住手成为我已生人 今天心中光强无惧怕 主的风成满一生 佳人住手成为我已生人 赞美 以下是奉献的时间 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义务 和权利 如果你们不明白的 可以把我奉献袋轻轻轻 传出去就可以了 欢迎心里感谢神歌唱 归于幸福赞颂 你刺下词爱独生的爱子 欢迎心里感谢神歌唱 归于幸福赞颂 你刺下词爱独生的爱子 今天心中光强无惧怕 主的风成满一生 佳人住手成为我已生人 今天心中光强无惧怕 主的风成满一生 佳人住手成为我已生人 欢迎心里感谢神歌唱 归于幸福赞颂 你刺下词爱独生的爱子 欢迎心里感谢神歌唱 归于幸福赞颂 你刺下词爱独生的爱子 今天心中光强无惧怕 主的风成满一生 佳人住手成为我已生人 今天心中光强无惧怕 主的风成满一生 佳人住手成为我已生人 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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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实在爱我们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向你感恩 因为你赐给我们是足够 无论在我们的属灵方面 你不断地用你的话语去提醒我们 在我们身体上高 你也将健康赐给我们 在经济上高 你也叫我们无规矩 快去 主要我们愿意 主要我们一起 预计 主要我们一起